正当大家都期盼晚上的超级月亮时 华东却云层较多 笼罩在恐怕看不到月亮的阴影中 5月6日的下午到傍晚6点多 台东的观山地区还下着小雨 6点过后虽然雨停了 可是天空却能被厚厚的云层覆盖住 到了将近晚上10点时 仍无看得见月亮的迹象 让许多想要赏月的人好生失望 还好在晚上12点以后 天空中层层的阴霾露出了点点的光亮 月亮终于冲破层层的乌云露出脸来 虽然只是短暂的数分钟的露脸 大家的欣喜之情却带来希望 因为清晨的台东可能可以看见超级月亮的前茂 尤其是以中央山脉为背景的月亮下山图 除了花冬其他地方是无缘消瘦的 早上4点多一出门就看到月亮斜挂在中央山脉的山顶上 以西斜挂习出了云朵更加添了她的美 在沉叠的山巒间有云朵生成 像是迎接月亮姑娘回广寒宫的丫头 增添了些许的趣味 在月亮的照耀下 中央山脉零线的树木也清晰可见 随着她快速的下沉 一幅难得的超级月亮中的月中画 就在在剑身中完成了 月亮和山、树及云朵所构成的 这幅2012年超级月亮的美图 我也幸运的得以参与其中 感谢上昌的造化 也感谢拜科技之刺 今日得以记录下观山月媒 这个令人感动惊喜的一幕 心中真是感动与感恩